阿凡达女星 好莱坞霸凌川普在崇尚自由闻名的好莱坞 这种观点不常听到 但科幻骗女王柔依莎达娜 Zoey Soldana 却直言不讳 批评美国演艺圈把零粗鲁的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法新社和法国24台 France 24 网站报道 曾饰演 星际争霸战 浩瀚无银 Star Trek Beyond 阿凡达 Everbar和星际亦工队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等电影的女演员 柔依莎达娜认为 总统大选期间加诸川普身上的侮辱 是让不少美国中产积极倒进胃口的原因 柔依莎达娜本身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38岁的柔依莎达娜提到川普时说道 我们变得更高 我慢 我们也成了霸凌者 川普常因把零举止而被批评 像是嘲笑有声掌的记者 我们因为一个人做错很多事 而把矛头指向他 这让很大一群美国人心生同情 这些美国人为他感到难过 相信他的承诺 柔依莎达娜的剖析 呼应了在夏威夷出身的澳洲籍 女星妮可奇曼 Nikol Kidman 本周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节目中所说 美国人支持川普的时候到了 川普即将在1月20日宣示就职 尼克基曼说 我只想说 现在他当选 而我们身处同一国家 不管谁当选总统都应该支持 这是一国根基之所在 然而情况就是这样 他当选了 我们出发吧 担心张静轩健康 陈白宇想参加我是歌手 歌手陈白宇 Jason 出席活动时 透露有少少病 记者打去笑他才多身子弱 他笑言 无戏 我可以证明的剧也细错 才无多身子都细弱弱 上年无戏传好多 无戏 上年年头戏闻得少好多 年尾补翻少少 不过都OK 会觉得要卖车卖楼 打拨就OK 最多储少钱 自己储钱了 无乐 无乐 豪财女朋友都无乐 大家打饭和 骑马 无时被人闹储物到前线 其实我又卯面前储 但有投资 做下生意函 楼就买无起 想无想买楼 为想买楼 觉得香港买楼无realistic 即翻条数租楼好过买楼 另外 江道游之张静轩 船被踢走大陆歌唱节目歌手 对此 Jason表示 毛利法 但我审应该无关正知问题是 因为如果信寒一早就无必取上去了 反而是担心取喜 离身体健康有问题 问到他可会想参 加这类歌唱比赛节目 他坦言 如果有机会都想试下 但又无戏想举角参加 但我无戏比赛型歌手 性格都无戏 我都几大机会做舞蹈好成绩 但都想试下 是做好官老师 其经济之心 新衣木马少年开播受关注 郑和惠子造型 为美称男神收割机 其兴既至新衣木马少年开播后 备受关注 超人戏 消花旦郑和惠子与吴磊 陈祥等男神 同场标记 将为我们呈现一部 关于成长 爱情和友情的奇幻大戏 郑和惠子 在剧中饰演公主紫苏 出身高贵 却天生具有冒险精神的她 离开了皇宫 这个安全的牢笼 踏上了拯救天下的旅程 虽然紫苏 并没有高强的武艺 但擅长医药的她是冒险团 对中的主治疗 而且后期还获得了神秘能力 对冒险之旅贡献颇大 贵为公主的紫苏 虽性格娇满 却灵动俏皮 在郑和惠子的出色演绎下 紫苏直爽可爱的个性 继维美造型吸引了 剧中的两大男神的青睐 可谓剧中的男神收割机 郑和惠子高贵公主 爱冒险神医 神秘能力拯救权 对其心 即主要讲述了五位少年机缘 巧合承担其拯救天下使命 并就此踏上了冒险之旅的故事 郑和惠子饰演的紫苏 就是其中一员 紫苏虽然贵为公主 但从小就憧憬冒险的她 并不希望在宫中安逸一生 于是寻得契机便逃离了皇宫 终踏上了自己 西纪已久的冒险旅程 传统的打怪升级套路中 紫苏扮演了队伍中的治疗角色 负责战斗后加血 神医属性多次拯救全队 郑和惠子还透露 紫苏除了自身的治疗能力 还是剧中的剧情担当 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 紫苏将获得某种神秘能力 一方面推动剧情发展 一方面也为队伍提供了极大帮助 这种神秘能力究竟是什么 又将怎样帮助全队 还需要大家在剧中自己寻找答案 男神收割机剧中反对郑和惠子 或众多男神青睐出道时间 不长却已经雨洋洋 陈雪东 白景廷等众多男神 有过合作的郑和惠子 此次又延续了男神收割机体制 与剧中两大男神无类 陈祥合作默契 惠子此次饰演的紫苏 在皇宫中 是受尽宠爱的小公主 不仅受到了大书记男神 绿宋贤饰演的皇帝的万般宠溺 更被陈祥饰演的白泽 像亲妹妹一样疼爱 初步后虽然没有了皇帝的喜心照服 但紫苏灵动俏皮的性格 和可爱娇俏的外貌 却又吸引了另一男神 无类琐事斩雄飞的青睐 为了这位有点小娇满小任性的公主 长大侠甚至甘愿牺牲 自己也要照顾他周全 性格迥异 本相互吸引的两人 成为了一对可爱的欢喜冤家 大闹之余出门少年人初恋的甜蜜 想知道郑和惠子将在志中语 吴磊 陈祥等众位男神 有着怎样的温暖互动 敬请关注1月3日优酷震撼上线的奇星 聚致献一怒马少年 请关注1月3日优酷震撼上线的奇尼